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大蒜不仅味道特别 而且还有很好的去新增香的作用 大蒜可以说是我们每家每户 厨房中必备的调味品了 不管是吃早餐或者是炒菜熬汤的时候 都喜欢放入一些大蒜 这样味道就会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每次去买菜的时候都会购买到大蒜 有些朋友就会像我一样 避免每次都要买大蒜很麻烦 所以就会一次多买一些放在家里面备用 尤其是像现在马上春节了 烙八蒜还有甜蒜 不管是吃饺子或者是吃火锅的时候作为调料 相信很多家庭都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我们在挑选大蒜的时候应该怎么挑选呢 因为大蒜也并不是一眼看上去没有问题的就是好的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挑选大蒜的小方法 大家一起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 首先第一点 查看大蒜的顶部 我们再买新的大蒜室 可以查看一下大蒜顶部这里的切割处 大蒜在挖出前或者是挖出后 蒜浓都会把地上部分的蒜茎全部切割掉 这样一来就会在顶端留下一个刀切的口子 这时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这个大蒜切口这里的皮层有多少 因为大蒜在生长的时候 是随着皮层一层层生长的 如果外面皮层越多 据说明这种大蒜还不够成熟 那蒜皮就会很多 再买回家以后 打开后里面多半是不能吃的蒜皮 或者是蒜瓣特别的小 像这样的大蒜 一般蒜香味不足 吃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好吃了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顶部乘数的多少 来辨别是老蒜还是嫩蒜 第二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蒜的根部 我们在购买大蒜时会看到 大蒜的根部 有的大蒜根部有根须 有的大蒜根部就是光秃秃的 没有根须 其实蒜浓在把大蒜挖出来的时候 会把大蒜的根部切除一部分 预留一部分 这样一来就方便大蒜的保存 因为如果大蒜的根部过分切除的话 那么大蒜的水分就会流失过快 这样的大蒜就不好保存 就很容易出现干扁发软的现象 而有根须的大蒜 大蒜的水分营养就不容易流失 像这样的大蒜 再买回家以后就会更容易保存 第三点 我们再反过来看一下大蒜的蒜皮 相信很多朋友在购买大蒜的时候 都会认为表皮越白的大蒜就是优质的大蒜 其实恰恰相反 这种大蒜的营养价值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一般优质的大蒜 外皮就是白色中带有一点紫色 或者是全紫皮的 像这样的大蒜 大蒜素会更高 相对来说口感也会更浓一些 砂砖的效果也会更好一点 像这样的大蒜比较优质 吃起来酸香味十足 营养方面也会比较高 当然如果遇到大蒜的表皮发黑 据说明这种大蒜是没有保存得好 表皮已经开始腐烂 这样的大蒜也是不适合购买的 第四点 捏一捏 我们在购买大蒜的时候 可以用手捏一捏来判断大蒜的新鲜度 比较新鲜的水分充足的大蒜 捏起来是非常硬实的 相反的 如果捏起来已经感觉到明显的变软了 那句说明它售卖的时间已经非常的长了 水分营养都已经流失了 口感非常的不好 甚至里面开始已经出现腐坏的现象了 像这样的大蒜 要么已经不能吃了 要么买回家也不耐存放了 而且大蒜一般都是从顶部开始坏的 如果捏了之后会出现凹陷下去 这样的大蒜里面肯定有问题了 是空心的大蒜 像这样的大蒜也不建议大家再购买了 同时我们也不要选择表皮有破损的 或者是有裂口的大蒜 大家不要想着大蒜瓣那么大 只有一点点伤口应该不影响的 哪怕是一点点 也很容易影响到整个大蒜 因为它一般都是从坏的那一部分 开始逐渐蔓延直到全部变质 所以不管怎样 我们都要选择比较完整的大蒜 这样也比较放心 吃起来也会更加的健康 第五点 查看大蒜是否完整 我们在购买大蒜的时候 会发现有些大蒜的外衣全部脱落 还有一些完好无损 相信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 反正买回家都是要包皮的 选择这样的会更方便 其实大蒜的外衣也是大蒜的保护层 可以防止大蒜水分的流失 延长大蒜的保鲜机 包掉外衣的大蒜 如果大家是买回家就直接吃的话 那可以购买 如果一时半会儿吃不完 就不建议大家购买 就建议大家购买外衣完整的大蒜了 第六 如果我们再遇到这种快要发芽的大蒜 也不建议大家购买 虽然发芽的大蒜也是可以吃的 但是发了芽的大蒜容易干扁 而且吃起来口感和味道 不如没有发芽的大蒜 所以快要发芽的大蒜 也不建议大家再购买了 好了 挑选大蒜的方法也就已经分享完了 看完这几种方法 你就能轻松的买到油脂利口的大蒜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你给我点个赞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你也可以关注我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